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黄金价格是大幅上涨 上涨了接近10美金 从1465美金涨到1475美金附近 那么整个金融市场呢 目前其实在12月流动性不太足的情况下 震荡幅度还是比较突然的 那么昨天呢 是澳元也是上涨至0.6880附近 英国英镑呢 也是上涨了接近0.3% 属于今年表现比较不错的非美货币队 但是呢 澳元在今年整体对美元下跌了3% 今天呢 我们的内容呢 主要是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呢 就是买股票要读历史 那么财富呢 目前是在加速转移的一个过程中 各国央行政府纷纷在降息降准 甚至印钞票 甚至搞链文化宽松 其实呢 对于现代人来讲 只要大家读过书 学过知识 懂一点财商和财商教育 那么基本上都知道这种情况下 资产和资本呢 其实是在不同的人 不同的企业之间转移的 那么大家的资金呢 如果是没有在过去每年5% 10%以上的一个回报呢 那么目前来讲 大家的资金 金钱 或者是现超的一个购买力 都是在大幅下降的 那么整个在过去历史上呢 我们为什么要说一定要读历史 就是因为在过去这些事情都是发生过的 尤其是在中国 那么大家呢 都是知道 非常喜欢的一个故事叫三国 三国的时候呢 有未属无三个国家 那么大家呢 目前通过现有的这些文案 或者是书籍 大概懂的只是当时的一个战争情况 或者政治情况 但是呢 很少有人去了解当时的一个经济情况 其实呢 在未属无三国呢 最后真正让战争导向性比较严重的呢 其实金融也是做了很大的 占了很大的一个份额 为什么呢 是因为当时呢 我们知道曹操那边呢 他是一直没有什么现金储备的 他是以物一物 也就是在卫国生活的人呢 在将近十年的一个时间周期里面 一直都是以物一物 那么卫国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蜀国和吴国是怎样的呢 吴国呢 其实在一开始是比较富饶的 但是呢 在后来要开战了 那这个时候呢 吴国就是想了一个办法 印钞 发行了大额的纸钞 比方说现在呢 澳洲我们知道最大的面额呢 是100块 那么那个时候呢 吴国呢 就是印了一个500块 1000块 2000块 甚至5000块的货币 那么这样的一个货币出来呢 就加速了当地社会的一个通胀 所以呢 财富会迅速的通过税收等手段呢 转移到国家 或者转移到央行政府手里 那么这个时候呢 国库非常充足 但是呢 老百姓是非常难受的 那么民间的财富被统一的上交给国家之后呢 很快 吴国内部呢 也是偏向于比较混乱的 反对的声音不断 那么再看蜀国 蜀国呢 其实呢 在金融领域上已经是比较超选了 在诸葛亮代理下 他是以蜀国的啊 当时比较流行的叫锦 就是锦断丝绸作为抵押 作为我们现在说的是黄金啊 是央行储备 以此为基准发行货币 所以呢 蜀国在中期的时候呢 他的虽然不是很富饶 但是呢 他的金融和经济都是比较稳定的 那么这三点呢 也就是能通过回顾历史 来发现当时是如何通过经济战争 影响到最后的一个军事战争 那么三个国家呢 在贸易上也是互相货币贬值 跟今天的一个货币贬值加速的一个状态非常像 因为吴国呢 是率先发起了贬值 包括国内货币贬值和对外的通商 因此呢 是吸收了大量来自于蜀国的财富 因为我们知道 本国货币贬值能有利于本国的商品出口 增加本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一个竞争力 那么现在呢 是一个国际化的社会 当时呢 是三个国家 依旧是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卫国呢 为了避免流失大量财富 最后选择了以物一物这样的一个货币手段 那么在今天呢 保值的方法到底有哪些呢 我们总不能再回到过去的以物一物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资本迅速加速转移的财富转移的一个过程中 我们一定要跟紧大部队 那么大部队 比方说 现在大家都去买股票 或者现在大家都知道 某一个国家像澳洲 澳币贬值的预期非常强 今年已经下跌了3% 那么未来表现如何呢 那么这些情况如果我们判断了一个宏观的趋势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去自己做一些适当的资产的配置 抵消未来物价上涨或者是购买力下降 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导致我们的财富最终受到了一定的损失 所以呢 各国目前是争相贬值 这个概念大家了解了就可以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过去 如果是我们赚到的钱不够多 其实呢 是有很多认知层次达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是你亏的钱 其实呢 就是因为我们在某一个社会结构里面 对他的认知还是有缺陷的 所以呢 最终我认为认知呢 会和我们的个人 或者家庭财富呢 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 目前呢 全世界有所有的资金啊 这个钱 现金的一个总量呢 接近83万亿美金 全球呢 亿万富豪大概是2000多人 那么全球有1400万名百万富 所以呢 赚钱是我们的本能 但是呢 我们要越早出发 那么未来成功的概率呢 也就越大 当然了 出发的时候呢 还要找到 适合当今社会的一个最好最容易去做投资的一个点 那目前呢 经济在降息之后呢 处在一个相对复苏的阶段 那么这个阶段里面 股票市场有哪些行业比较看好呢 我们之前推荐的有房地产 还有一些家用行业 那么消费类的都属于避险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经济周期里面 还有一些医药 医疗设施 以及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公司 包括IFL这些公司 那么在过去的表现都是不错的 所以呢 大家可以适当的关注这一类的行业 那么在未来的三到六个月时间里面 刚刚四点钟的时候呢 美联储也讲话了 认为呢 未来 美联储对美国经济的掌控力进一步加强 那么经济复苏的预期进一步加强 降息的概率进一步下降 就预示着未来呢 至少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里面 世界的经济呢 还不会出现大的一个下滑 或者是震荡 因此呢 我们在股市的投资 至少在短期内是应该比较放心的 那么大家继续关注这几个行业板块 它不仅是扩张速度比较快 又是必须的消费品 另外呢 还不受经济周期的一个影响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大家如果感兴趣 获得更多的资讯 可以呢 参加我们今天晚上八点到九点的网课 那么今天是由我们的美女同事 Joy给大家带来精彩的一个网课的讲解 我们的报名电话 或者是大家想要咨询更多的内容 可以拨打电话03-8658-0603 感谢大家的支持